大家好我是机子 对于显卡屋这个名词大家可能都听过 比如市场常见的雷蛇显卡屋 技嘉显卡屋 但是呢这些体积都很庞大 丢失了变形性 并且接口单一 直到GPT去年推出了GE显卡屋2023款 在一定程度扩大了显卡屋人群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GPTGE显卡屋2024款的测评体验 测评采用了银黑色铝合金外壳设计 整体看起来简洁干净 黑色目前只有银黑色核选 标配版本4319元只在USB4联电线 带OCU线的联电线则需要4679元 机身长22.5厘米左右 31厘米左右 后3.5厘米左右 级重量在851克左右 搭配电源线在945克 底部内置了240瓦的 单化甲电源很适合我们的一个鞋带 在接口这块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 显卡屋搭配一个HDMI2.1接口 两个DP1.4接口 一个SD读卡器 我感觉用读卡器的人可能会比较少 还有三个USB2.0的一个接口 USB接口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接键属 然后再加一个右盘也是够用的 硬面的则是有一个OC口 还有一个USB4全功能接口 支持给掌机65瓦快充 以及我们的这个TDP切换按键 这个按键是可以调节这个100瓦跟60瓦的 还有一个电源开关 显卡屋正面有一个进风口 看起来非常的协调 但是如果你抽筋看的话会有一点密集恐惧症 背面则是有四个脚垫 当然这个脚垫鞋的的话是很小的 从侧面来看几乎可以感觉说是没有 也比较占用的这一个桌面的一个位置 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这个 3D打印的一个3D支架 可以将显卡屋这样子放到这里面来 只能摆在桌面就不用担心说显卡屋会占用体积跟位置了 需要的话也可以 私信我 全部呢还有一个出风口 官方配备的雷电线是一米左右 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 显卡屋搭载的是AMD7600MXT独立显卡 性能相当于RTX4060移动版 拥有8G的显存支持FSR3.0 这个雷电方线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查上这个SB4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安装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进来这个AMD驱动与知识里面 我们点击下载这个驱动 之后我们打开就可以了 他就会来就是自动检测你这个驱动 因为已经安装好就不再演示了 对于小白来说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那咱们现在呢先来单考一下这个显卡 我目前呢开的是一个静音模式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考一下看一下 先单考10分钟看一下吧 现在是9点57分我们考到10点07分 OK我们现在10分钟的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最高的温度是在出风口 这一块大概50多度这样子 当然我做我们往下看点 这个机器温度大概也是中心温度在43度左右 进行模式的话不是特别烫 我们手都能够摸上去 底部的话到不怎么热 周围的一个环境噪音单是这样子 47分贝左右 好我们接下来再开一下这一个100瓦的一个模式下来跑 这是一个100瓦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就再来考一下机看一下 一样的老规矩我们来考10分钟 看一下他这一个表现性能怎么样 这是10点10分我们考到20分 OK 咱们10分钟的时间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一个温度表现效果怎么样吧 首先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一个 他已经是达到了一个52度 环境噪音差不多来到了60分贝这样子 这一个温度表现 这一个温度表现 进行模式上的表现 中文字幕放在一起 好 我們接下來接一下外品來看一下 他這一個跑分的情況怎麼樣 主要色的日落沉默在海平線 夜色慢慢攤開露出星光點點 我聽著耳機終極的音樂 從等你下課到書寫的從間 滿髮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覺 著迷你沒見柔情似海的雙眼 心動相逢來了不知不覺 此刻是結局找你的出現 OK 咱們來接上這個OCU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CU這個性能表現怎麼樣 看他已經是連接上了一個狀態 但是我們的鼠的動不了 因為他鼠標想動必須要連接我們的USB4 就目前的一個體驗出的總結 GPTG在並行上來說是完整的一個存在 可以放在收納包直接提走 其實強大的顯卡性能也讓掌機有了更多用武之處 不管是在遊戲還是辦公上都非常的有幫助 目前的缺點在於發射方面 內置了240瓦的電源對於機器散熱要求非常高 所以導致開100瓦的時候溫度會有點高 但是這個缺點也不算太大缺點 畢竟不用捧在手上拿著玩 儘管體積小小但其實性能卻不容小距 尤其適合追求變形性和性能擴展的玩家 這樣就是本期視頻的內容 要是喜歡本期視頻可以點贊支持一下 也可以關注我的頻道擴起更多掌機資訊和評測 我們下期再見